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星期的一周標示又有一個世界紀錄被打破 話說11月9日瑞士日萊雅舉辦了第八次The Only Watch的拍賣 The Only Watch是為肌肉萎縮症治療研究而籌款 今年有50個碗錶品牌各自捐出他們獨一無二的碗錶參與這個拍賣 Paterphilip的編號6300A的一隻鋼殼碗錶 拿到一個破紀錄的瑞士法郎3100萬的成交價 折合港幣是2億4000多萬 為何Paterphilip這隻碗錶會這麼厲害呢? 我們稍後再慢慢說說 這隻碗錶是打破了所有中標的拍賣紀錄 以前Pocketwatch錶的紀錄都是由Paterphilip的一隻叫做Super Complication 為這個收藏家Henry Grave Jr所製造的一隻懷錶而保持 當時是2014年由蘇富比拍了2410萬美元 折合港幣大概是1億8800萬左右 碗錶的世界紀錄是由Paul Newman的 Rolex Daytona所保有 這一個紀錄是在2017年時設定的 當時Photphilip的拍賣行拍了1775萬多美金 折合港幣大概是1億3800多萬 我自己覺得Paul Newman的 Rolex Daytona這個紀錄 和今天Photphilip的新世界紀錄 是一個感性和理性選擇的分別 為何我這樣說呢? 因為Paul Newman的 Daytona 是現今運動標潮流的持續俑者 因為Paul Newman帶著這隻Ditona出現了一個雜誌的封面 引起市場上對這個運動標的注意 往後4、50年運動標潮流都是力久不須的 Photphilip這次編號6300A的碗錶 是同2014年Photphilip175周年時 出現限量版的Grandmaster Gym是用同一個機芯 這個機芯有20個複雜功能 其中有五個會發聲的功能 有兩個仍有專利 加上Photphilip本身的品牌價值 以及這隻是獨一無二的鋼學碗錶 這碗錶有兩個錶面 一邊是粉紅色 另一邊是黑色 粉紅色那邊的錶面 是黑著The only one 三個字 根據這麼多原因 我覺得Photphilip投資價值 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理解 所以我會覺得鏡頭Photphilip的收藏家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而Paul Neumann的鏡頭收藏家 是相對來說是比較感性的選擇 除了Photphilip破了世界紀錄之外 另外有兩隻錶都很值得提及 一隻就是Tutor的Black Bay 他拍了瑞士法郎35萬 給他的股價超出了60倍 FP Sean的Astronomic Blue 這隻彈金屬碗錶 也有16個複雜功能 他拍了瑞士法郎180萬 是僅次於Photphilip的6300A 最後一則新聞要提一提的 就是IWC萬國錶 計這個即加 較早之前宣布了 將保收期延長到8年之後 IWC同樣也將他們的保收期 由兩年增加到8年 今個星期的一週標示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